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又到了我最喜歡拍的影片,每月最愛 究竟7月份有什麼,我很喜歡用,覺得很好用,很想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 第一件事想跟大家分享,就想表揚一下我男朋友 因為我跟她提及過,我很想要Gifonci伸出的唇膏 我跟她說我很想要什麼顏色,結果她真的買了給我 她送給我那一刻,我問她有沒有買錯 因為我真的覺得她不會買唇膏 她從來沒試過自己去Counter買一支唇膏送給我 所以很感謝她 說回唇膏,我是非常喜歡這個質地 這顏色也是她非常大熱的顏色 106號的NUDE色 其實我今天都塗在底部,但因為我太黑了 所以如果只塗的話,覺得有點像餅餅的 所以我再加了一些其他顏色 但這隻NUDE色是非常漂亮的 我覺得如果你不像我那樣黑,你是正常一般膚色的女生 這隻NUDE色是很適合大部分人用的 Jifonci這支唇膏,這樣看起來好像一般唇膏一樣 但這裏不是唇膏面,是一個海綿面 其實是液態唇膏 你塗一點出來,看到嗎? 它就會出來 它是比較偏粉紅色的NUDE色 所以正常人塗上嘴是不會病,不會沒有血色的 除了像我那樣黑的膚色之外,其實這顏色是很漂亮的 但如果像我那樣黑黑的,臉又青青的,暗瓦型的話 就有一點要留意 不過它這個NUDE色的遮蓋唇色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所以如果你想做一些漸層的妝容的話 這隻NUDE色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這支唇膏是不會黏的,一點都不黏嘴的 它有很微微的私用感,但沒有3CE那支那麼厲害 它顏色是非常持久,很容易去畫好飽和的顏色 它乾不乾? 暫時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但我試過有一天自己的唇狀很差 它吃死了在唇紋裡面是不漂亮的 所以用這支唇膏一定要你的唇膏做好事前保濕磨砂的準備才可以用的 特別是這支唇膏是很容易顯唇紋的,比起一些深色的唇膏 再一次謝謝我男朋友 我很怕他會看影片,所以我決定多謝他幾次的 你們經常問會不會跟他一起拍影片? 會不會有boyfriend tag? 我們不是不想拍,他會出現的 在5000訂閱裡面的50文就會看到他 但其實我一直都很擔心,因為有他出現的影片 收視都不是太高的 所以我經常阻止他出現 所以大家要多點支持,就會多點看到他 今個月第二件事想分享就是一個迷你品 這一盒是Natasha Delona的Travel Size 不知道為什麼過了鏡,大家覺得它是一個非常螢光的粉紅色 但如果我真實看下去就沒有那麼粉紅 它有一點點三文魚色 國語的人經常說龜魚粉那種顏色 我就覺得很漂亮,而且很方便 這個未來一定是帶去旅行用的best choice 你會看到這個胭脂色其實是帶珠光有光澤的 不是一個啞色 但它的粉質是非常柔滑,完全不飛粉 你會看到這個顏色是很漂亮的 然後它的highlight是比較自然的,不會非常浮誇的 你會看到它是有光澤,但不是超級無敵 我今天用了這個highlight 你會看到其實它有光澤,但不是我平時那些很強的油光 所以這個顏色是比較自然,不會太過白 所以任何膚色的人用都會用到 而第三件事想分享就是我這個背景 最近都很喜歡用這個水杯放在這裡 我不知道它是日本還是台灣的公仔 但在台灣它也是蠻紅的 有觀看者就很眼膩 前幾條影片已經看到放在這裡說很喜歡這個杯 這個杯是在大窗那裡買滿88元 再加58元就換到 那時候我是叫我媽媽隨便買些東西 然後幫我換掉它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這個公仔 這個杯子外面是透明的 然後裡面就有一隻粉紅色的杯子 然後它這裡是扭出來的 所以都不會很容易掉下來就會堵寫了一些東西 而且它有飲管 所以我有一陣子拍片說話去喝的時候 都不怕唇膏會掉很多顏色的 上個月我就介紹了一個養生的足肉針腳的藥包 原來大家對養生這個題目都有些興趣的 所以這個月我就再接再禮想跟大家推介這件事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跟我一樣 經常留在冷氣的地方 我經常坐在辦公室 手腳尖寒寒冷 身體又比較虛寒一點的話 這件事可能都可以幫到你的 這兩瓶我就是在成品買的 一瓶是老薑茶 另外這一瓶是桂圓紅棗茶 在鏡頭上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是一些火粒乾的 一聞下去就是一個很厲害的薑味 另外這一瓶也一樣是這種火粒 都循例給大家看一下 它有點像魚糧 這瓶真的非常方便 也非常適合在辦公室用 當然在家裡也可以用 因為我以前會帶一些紅棗粒 紅棗粒、龍眼乾 回到辦公室拿個暖壺焗 焗完飲 喝完之後就會有一堆紅棗桂圓 要倒 我自己覺得有點麻煩 但這份就完全解決了這個問題 因為你可以沖熱水 我也是用暖壺焗一焗的 但其實它很快就融化了 所以你立即沖立即喝 我也覺得沒問題 然後沖完喝喝完就完了 這件事不需要去倒一些渣 接下來8月我會拍一條淘寶文具片 因為快要開學 可能在座有人讀書 或者你是回辦公室的 或者你跟我一樣是一個文具控的 都很適合看的 我在買文具的時候 買了其中一本自己很喜歡的 就是一個幻彩面的一本 一本weekly的行程 裡面會分開七格 星期一至日 就很好用的 我就分享一下這本週記計劃 我會寫了些什麼 例如我會寫了我今天會拍片 或者是怎樣剪片 哪一天會約了什麼人 然後我自己的護膚程序 敷了什麼面膜 去了哪裡 都會寫在這裡 它在後面做了一些格格 我自己都會拿一些紙 除了那一本週記寶之外 我還買了好一大堆文具 想跟大家分享 亦會做一個數量幾多的giveaway 所以如果你對文具有興趣的話 就要期待8月的淘寶文具片 但這本雷射封面週記寶 我已經率先用了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 而它的膠面是軟軟軟 不會刮手 如果你跟我一樣 喜歡以文字的方式 去寫自己做過什麼 接下來會做什麼 我覺得這一本都非常好的選擇 因為我自己 不喜歡靠電話寫這麼多東西 電話這麼小 但要不斷塗進去 我自己真的一般 所以我個人是比較古舊 和傳統和紋實的 都喜歡用一些比較傳統的方法去寫 之後想跟大家說兩條手鏈 它們是一間Facebook的網絡 我看到去買 價錢都不是特別便宜 但我真的覺得這樣戴上去 很有氣質 而且很好搭 它三條好像有層次感 不會很單調 戴在我的手上 都好像特別斯文 比起其他的鏈 所以這個月我自己都很喜歡這兩條鏈 但是因為它的價格比較高 兩條鏈加起來都差不多要$400 $300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 我可以放一條連結在下面 如果你都喜歡這類型的鏈 都可以去看看 而今個月最後一件事想推介給大家 就是一出卡通片 一出動畫 我覺得這出動畫很好笑 很想推介給大家 然後內容是超無聊的 那這出漫畫就好像叫做 後階少女 Backstreet Girls 那它的內容是超無聊的 那就是講三個黑社會大哥 那被他們的大路逼去了泰國整容 然後回來做偶像歌手 超無聊的 那奢奕 申請rogません 這是可以用手一根 這是可以用手一根 還有可以用手一根 當然,當然 我可以用手一架 因為你們都要小就差不多了 你們都要做了 要做了愛動 明天明天的隊友 去明天的隊友 尽量都被捕了 我想知道你很可愛 可想得到我 講解了我一年時間 自殺的特訓 我們是我們的人 結局這樣 終於是我們 我們的魂是一直都要 我們的魂 兄弟,感動了!我也是兄弟! 但真的很好笑,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 我會放連結在下面,不需要下載 超級好笑,它還在連載 現在是做到第四集 逢星期二日本就會做 所以如果你要翻譯,星期三就可以看到 然後我就非常期待每個星期三都去看 因為真的很好笑,漫畫 它是一個少女的樣子 然後心裡的OS全部都是大叔的聲音 超級無聊! 如果你有時間,又有空 又想找些東西輕鬆一下 真的不妨去看 我這個七月最愛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byebye!